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廳討論4月26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呢就是試煉副本改善啦 現在試煉副本變成4個試煉副本而已 原本是9種 那一樣是有區分等級區間總共有3個區間 好 然後入場費用變成一次20葉子 然後你如果要重置的話 從10鑽變成20鑽 立刻完成也是變成龍之鑽石3個 然後他的4個種類分別是賽跑 防禦以及打Boss還有起始回生術 所以分身流你如果要解試煉副本的話 花的時間會可以更少一點點 好 然後成功獎勵變成兩倍啦 並且有這個試煉的戰利品箱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戰利品箱的部分他有分下中上 就是剛剛對應的等級的部分 通常來講的話70等以上大家都是上了 OK 那我們就只看上的部分 他開到的東西就跟之前的試煉箱差不多 大獎就是藍布一張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各個一般材料10個 然後還有試煉貨幣 試煉貨幣的話等一下再來講 接下來是你如果要跟玩家競爭的試煉副本 比如說賽跑之類的 你前三名的東西會有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 就是戰鬥捲軸 一二三名的獎勵品都可以拿到戰鬥強化捲軸 並且這個勝利股時就是拿經驗值的 他經驗值基本上是翻倍 我記得現在的話第一名好像是200萬 現在第一名是400萬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試煉貨幣的部分 試煉貨幣就是剛剛那個戰利品箱打開會有機會可以拿到嘛 那這個主要是拿來篩卡池 首先呢 物防負一的部分是要需要普通高級稀有各一個 你才能夠開到這個物防負一的卡池 攻速加2%的話則是稀有跟英雄各一個 減傷加1的話則是普通到傳奇各一個 減傷加2的話就是全部的四人硬幣全部都要一個就對了 禁命、遠命、魔命加1的話則是普通6個 禁傷、遠傷、魔傷的話則是高級5個 永遠魔法傷害暴擊加3%的話則是稀有4個 無視減傷加1以及最大HP加50則是英雄3個 無視減傷加2最大HP加100則是傳奇3個 無視減傷加3最大生命值加200則是最高階的神話要3個 接下來就是試煉貨幣也可以拿來製作的 比如說你今天你用3個一般的貨幣再加上天幣100萬的話 你就可以一定做出一個高級的 那接下來高級稀有英雄傳說也可以再往上做 但是都是機率性的 這個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已經開完卡池了 你不需要做了你也不想要升級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換成變身製作硬幣 OK這邊有對應說試煉貨幣層級多少 然後一個可以換多少個變身製作硬幣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新皮夾克的裝備追加啦 現在是開放了光之成長皮夾克跟黑貓皮夾克 那光之成長皮夾克跟黑貓皮夾克的屬性如下 簡單來講黑貓就是強化版的光之成長皮夾克 那它的入手門檻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光之成長皮夾克就是一般常駐販售的商城皮夾克 只不過它的屬性是比較新一點的 好那屬性的部分我就不再念過去的 基本上就是增加經驗值 然後還有PVE減傷 天幣掉落量等等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屬性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光之成長皮夾克它的販售 常駐的話就是400藍鑽 然後一件光之成長皮夾克 那10個的話就是4000藍鑽 但是它整理成一箱的時候 它還會在額外給你龍鑽35個 這個都是常駐販售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限時販售 黑貓箱的部分一樣是400藍鑽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開到黑貓皮夾克 但是機率性的喔 那販售到5月10號截止 10箱的部分也是4000藍鑽 然後也是有額外增加35個龍鑽 並且到5月10號就截止了 那這10箱就是都會有機會開到黑貓或是成長 但是以機率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概就是10%到20%左右 你可以把它想成 每一箱很像在盒子便那種感覺 機率我記得是沒有到很高 那這一次的販售也有開放一個保底 一件這個黑貓的 這一件4000藍鑽 然後給你10箱皮夾克箱黑貓 以及保底一件黑貓皮夾克 OK那這個這一包每個帳號只能夠買一次而已 接下來部分就是輪到保底的部分 你今天如果是想要來保底加7光之成長皮夾克的話 那你就是需要90個黑貓皮夾克箱 那這個一個是400嘛 10個的話就是4000可以算一下 那重點是這個加6光之黑貓皮夾克 4萬藍鑽可以一件 接下來光之成長皮夾克跟之前一樣也是會有加5的保底 4箱一般的再加上一個龍鑽 你就可以做一個加5光之成長皮夾克 然後加9的成長皮夾克或是黑貓的話 也是可以用100個龍鑽來進行變成英雄的光之皮夾克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艾斯卡洛斯平衡改變 簡單來講就是艾斯卡洛斯的怪物攻擊上升 然後怪物的數量變多 經驗值獲得變多 再來是為了血蒙而戰這個旗幟戰的部分 這持續到5月10號 這段期間沉沒平原的兩個地方會有旗幟 可以去插旗 就跟之前的旗幟戰一樣 一樣是佔你時間越長 經驗值的獎勵會越高 那插滿6個小時之後可以獲得佔領者之箱 接下來是個人稱號的開放 簡單來講就是你的爵位如果達到男爵1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給自己稱號 就跟之前PC版天堂一樣 那自己給自己稱號 然後也可以設定顏色 只不過你如果要設定顏色的話 就要看你的爵位高低 你如果只有男爵的話 那你的稱號就只有灰色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也是蠻硬的啦 那如果你今天其他玩家 不想要看到別人的稱號的話 也可以選擇關閉 接下來是改善隊伍成員的資訊顯示 原本是這樣子嘛 但是現在的話 小地圖也會跟你講方位在哪裡 你的隊員的部分 在畫面中也是會顯示1P跟2P 3P跟4P這樣子 再來就是你打開地圖 終於可以直接瞬移了 接下來是特殊副本時間的增加 持續到5月3號 這段期間 夢倒歐拋金木古巨墓穴 暗影神殿雅塔 全部都增加一個小時 然後也有每日的活動任務 60人以上 擊敗100隻特殊副本裡面的怪物的話 就可以獲得這個 特殊副本材料選擇箱 那可以選擇 烤刃、碎片跟遺物 那通常來講都是選擇遺物啦 那這個也是為了等一下對應的活動 就是這個特別製作啦 這個特別製作持續到5月3號 簡單來講這三個材料 都可以拿來製作東西 然後這三個材料的數量 都是要一樣的 不是說只有一個材料就可以製作 不是這三個材料 都要有一定的數量就可以製作 那製作清單如下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會做萬能藥箱 跟綜合硬幣箱 因為我這樣算下來 搭配活動的話 我的遺物可能頂多 就200多個至300個這樣子 那你這個全部要換的話 算過了你可能至少要1500個左右 所以這個是蠻硬的 大家就是要斟酌一下 你自己比較想要換的東西是什麼 那特殊的副本材料是都可以存倉的 所以你也可以 呃存給專門一隻角色 然後來去製作這樣子 那除了上面以外 下面這個也可以製作 戰鬥支援箱 就是龍珠戰捲 或是龍鑽箱 但通常都是拿來製作這個 除非你真的就是你的 特殊副本的材料太多了 接下來是拉動的平衡改善喔 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怪物的強度微微調升 然後經驗值也是調升蠻多的 那生怪的速度增加 並且還有新增收藏品 接下來就是怪物特性 這個就比較重要一點點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拉動的各個地方 進去都有buff嘛 比如說魔獸進去 就是給你那個 近距離命中加成 那現在的話 魔獸跟暗殺 你如果進去你是用魔法 或是遠程的話 怪物會有機會觸發反頻 那個很痛 所以這個就是設計給暗殺跟魔獸 就是你要用近戰進去打 明法的話 則是你如果用法術以外的傷害 你會有反頻 法令的部分 則是你用遠程以外的傷害 會觸發反頻 反頻超級痛 所以說這個就是限制了工作室 或者是其他的多分身玩家 你可能沒辦法 產出多樣化的拉動套了 你可能要藉由你的攻擊方式 而去選擇 像我全部都近戰 我只能去魔獸跟暗殺了 好接下來是專用道具的收藏品 這是全新的收藏品 主要是要有過二的這個紅裝 這邊的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的印記是可以互相的來通用的 但是你要用那個黑暗妖精的靈魂結晶體去做材料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明法印記好了 我要轉成暗殺印記 那就是要使用一個明法印記加一個靈魂結晶體 才能換一個暗殺印記這樣子 再來就是每個月創繳的次數限制到四次 接下來是奇岩地間熱點追加了 一樓的部分這兩個地方變成熱點 二樓的部分這兩個地方變成熱點 三樓的部分這兩個地方變成熱點 三樓的部分這兩個地方變成熱點 四樓的部分則是這三個地方變成熱點 尤其是四樓啊四樓的地方變得更好練一點了 那之前寒板是還有在增加奇岩地間的收藏 那我不知道這一次台服會不會增加 就要看一下明天正式上線之後有沒有偷改了 接下來是勞動節的資源獎勵 這次持續到5月1號 那這段期間呢每天的下午4點都會發送這個勞動節的禮物 打開可以獲得以上這些東西全部 70等以上才能夠領取 並且要完成手機認證喔 然後接下來是簽到更新的部分 這邊簽到更新它沒有講太多 看起來的話是全部都是葉子 7的倍數應該是4坪選擇箱 然後35天是神秘西遊卡 那連續簽到的部分就會拿到福祉這樣子 但福祉會不會又不給成長福祉這個就還不知道 接下來就是其他更新的部分 這邊其實沒什麼重點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就是移民開放囉 那就跟之前的一樣 再來是賀爾里歐斯的成長藥水組合包 持續到5月31號 這個就是每個月會販賣的 那有2000藍鑽的禮包 每個帳號可以購買8次 內容物有22個成長藥水 最高級11抽跟硬幣選擇箱3箱 還有一個平鎮 平鎮的部分是可以拿來製作東西的 4個可以拿來製作最高級抽卡11抽 然後兩個可以製作神秘抽 或者是硬幣選擇箱2個 然後如果不想製作的話也可以拿來做限時卡池 那這個限時卡池的部分 都是決勝一級的部分喔 那這個是到6月28號移除 這個就是斟酌啦 這個每個月的禮包的內容物都差不多 再來是多魯家家族的純白萬能藥箱補給包 這持續到5月10號 然後有2000藍鑽的這個禮包 每個帳號可以購買8次 內容物的話是最高級11抽 純白35罐 三箱硬幣選擇箱 跟榮譽幣1000個跟一個平鎮 那平鎮的部分 一般跟經典伺服器4個可以做11抽最高級抽 或者是三箱高級珠粉末箱 然後所有伺服器都可以用兩個平鎮來做11抽神秘抽 那重生伺服器的話這邊又有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兩個還可以做22抽技能卡 8個可以來做止計選擇箱 失敗就會給你66抽 那這個機率是沒有顯現出來 可能要在遊戲裡面才看得到 接下來是雅丁城商人的交易品 持續到5月10號 這個是台幣包 1490的台幣包內容物可以來賭賭看高級符石 高級符石箱打開有機會可以拿到紅色的符石 或者是兩顆藍符石跟一顆藍符石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藍色一定是機率比較高 並且還有300顆龍之鑽石 然後每個帳號限制購買8次 這個的話就只能說你真的是支援非常多再來買 接下來是宙斯的支援箱持續到5月10號 這段期間300台幣的禮包 然後每天可以買兩次 內容物的話是石箱徽章箱 以及一顆古具墓穴補充寶石 那這一包的話你有缺徽章的話還算不錯 再來是特羅斯的神聖箱組合包 持續到5月31號 那這一包就是3000台幣的禮包 內容物特羅斯的變身卡箱 有機會開到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斯蒂安的神秘補給箱 這個就是剛剛的那個 3000包的另外一包 因為他是變成魔法娃娃 那斯蒂安的魔法娃娃的話 可以開到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幅天台 4月26號的更新介紹了 這一次的圖片也有一些細節 因為當初韓版就是 這些這個小妖精的圖片之後 就改流星妖精法是大改版的 所以有可能6月就要登場囉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畢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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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吧 我們下次見